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已知secant theta是等於負的三分之五 且sin theta是大於零 求這個式子的值是等於多少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由secant theta是負的 sin theta是正的 判斷出啊 這個 theta呢 是第二向線的角度 所以呢 這個secant theta 是等於x分之r 那麼這是等於負的三分之五 但是r一定是正的 所以呢 這是等於負三分之五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r是五 那x呢 是等於負三 那因為是在第二向線 這y是正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找出啊 這個y是等於四 這個值 因此呢 我們要計算這個式子 那分別來求 首先呢 tangent theta 是等於x分之y 所以呢 這是負三分之四 也就是負的三分之四 這個值 好 cort tangent theta 是等於y分之x 所以呢 是等於四分之負三 也就是負的四分之三 好 cosecant theta 是等於y分之r 所以呢 這是等於四分之五 這個值 因此呢 我們帶入這式子裡面 我們得到這個是三 乘以 這個是負的三分之四 然後加上四去乘以 這是負的四分之三 好 那減掉 這是八去乘以四分之五 所以呢 我們計算一下 三乘以負的三分之四 這是等於負四 好 加上 四去乘以負的四分之三 那麼這是負三 那減掉 八去乘以四分之五 那約掉是二 二乘以五啊 是十 因此呢 這是等於 負四加負三 再減十 那答案呢 是負十七 這一個答案